这眼看着天气慢慢转凉 如果有一个可以泡澡的温泉 那就再好不过了 可惜啊 我这个穷雕师 从来都没有体验过泡在温泉池子里面是什么滋味 既然附近没有开发式的温泉酒店 那么就找一个未被开发 且温度达到80度的野温泉吧 兄弟们 跟随我的镜头 一起来到广东汕头唯一一个未被开发的温泉 位于长南区连领镇额地村 这边是雷岭而地 说到雷岭镇 可能大家第一想到的 就是雷岭这边的荔枝贵城的有名 但是来到雷岭而地村就不一样了 这边不仅是荔枝有名 同时这里也有一个未被开发的温泉 现在天气也是慢慢的在转阳之中 如果说是在冬天可以泡上一身 非常舒服的温泉 大家第一时间会想到去哪里呢 这个笼子里面现在就有一口温泉 这个温泉水是源源不断的从地底下冒出来 我去走到这里 然后可以看到滚滚的白烟 看来这个温泉温度是非常烫的 这个温泉在网上记载 这个温度有将近70到80四十度 这里流出来的都是一些烫物质的温泉 对人体什么的帮助很大的 可惜了 这个温泉 然后如果说可以开发利用的话 起码对于你们村子的话 发展是很好的 对啊 所以就是没有那个大的那个人 这些水还是纯的纯泉感的 嗯 汤污质很好 对啊 刚刚我是用手碰这个温泉的出水口 太烫了 刚刚被烫了一下 如果来这里看了一些温泉的话 最好就是不要用手触碰 因为这里的水将近70到80摄氏度这样子 来到这里 然后不知道手机视频拍摄怎么样 反正我肉眼可见 这里就是冒着浑泉白烟 哎 小鱼啊 你们在洗热水澡吗 不怕变熟了吗 小鱼是吗 看着温云不断的从地下冒出来的温泉水 请愿接上广道 流入大溪 不被利用 确实有几分可惜 为什么不招商引之 来建设一个温泉度假村呢 其实论地理位置 雷鼎镇而地村 交通非常方便 不仅有监惠高速 深海高速 省到235 距离新开通的惠来高铁站 也仅仅是15公里 距离最近的海滨度假村 也只是17公里 依托潮汇大南山森林公园 秀美环境 红色革命山村 在夏天来临时 还有各种平常不尽的荔枝 什么贵味 对紫细耀东的 只管吃到饱 还有各种潮汕地区特产 例如 红色的涂山茶 纯色的野蜂蜜 老菜图 潮州三宝 黄皮 老药菊 这些我的抖云橱川 通通都有 兄弟们喜欢的 就来我的橱川 支持一单 总之 这里的旅游包涨 全力极大 刚刚还在说 这个温泉富含很多的矿物质 可能很多朋友们都不信 下面这里有一条 排这个温泉的广道 然后广道上面都是一些 盐碱 你看上面都铺着一层 像雪白一样的 像是盐的矿物质 这个就是盐碱哈 就盐碱 然后 温泉广道就是在这个泥土下面 可能就是有一部分就是 透过一些广道 然后渗出来了 所以在上面 冒着一一层盐井 这个就是从这个广道 然后泄出来的一些温泉水 卧区 还是挺烫的 虽然说这个温泉水流淌到这边 温度没有像温泉口那么热 但是起码这个 在这里流淌的这些温泉水 温度还是在五六十度这样子 还是很烫 你看这里 好多鱼啊 都是一些小鱼 然后在这边泡着温泉 刚刚在河边 然后捡到一条鱼 看一下这个水 这个鱼能不能生存下去 1 2 3 我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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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水好烫 然后这个鱼就像可以游出去 哈哈哈哈 来里儿地村这里不仅有棍泉 同时这里也有一些荔枝水果类的 在这个地方可能有很多人都不知道 其实这个村子也有很多的一些古墓 像这里也有一个宋朝古墓 墓主人是陈氏二世祖陈梦隆 这位陈氏的二世祖 他是一位抗原将军 据说这个城市的派系 他的后遗子孙有将近200多万人